好我们要来关心在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目前台北市的内湖区市外及时影像可以看到 天色还是蛮昏暗的 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 从今天开始东北季风增强了 全台各地都会温度下降 我们来看到呢 今天已经是1月6号礼拜四了 台北市呢在今天的降雨几率还是有三成的 所以下雨的几率还是有的 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多留意了 首先卫星云图就要告诉大家 其实在今天整个东北季风马上就要增强了 北台湾的天气会转得更为凉哦 好其他地区呢早晚的天气也是蛮凉的 各地的云量是偏多的 整体来说温度都会稍微的下降 来看到的是预估在今天 北台湾还有东北部的高温 大约是落在17到19度而已 中部还有花东地区的高温19到22度 而南部地区的高温则是23到26度 夜晚低温的时候呢 则是会变成14到16度 好中南部这几天 其实啊如果和前几天相比的话 这个温度也会下降一些 另外在降雨方面呢 在今天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因此迎风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 都会出现局部短暂的降雨 另外整个南方云系北夷的关系 中南部的云量也是会偏多的 偶尔也会有零星降雨的机会 接下来就要告诉大家的是 目前气象局呢持续针对了南部的屏东线 发布了大雨特报 因此要特别提醒在屏东的网友 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加小心 不过未来这几天整个天气走势是如何呢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了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 由于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 因此全台各地的温度都会下降 其中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的部分 这个降雨的几率也会提高 当然这部分呢要提醒大家做好保暖工作 但是下一波的冷空气下周还要来哦 提醒大家冬天的衣服可千万不要收起来 因为下一波的冷空气报到的时候 预估很可能是一个强冷的空气 到时候低温有可能会创下入冬以来的最低温度 好不过这个部分呢 由于时间还蛮久的 因此气象局还在持续的观察当中 在今天的天气小叮咛 我们来看到的是 北台湾在今天天气转凉了 南部地区也会降温 同时在今天各地的降雨几率都增加 另外就是在沿海的部分 台南以北的空旷地带 再加上外岛地区会出现9到10级的强震风 同时海面上会有长浪发生的可能性 好另外南部地区的网友还是要多加小心 因为高屏这两个地方 在今天虽然会下一些雨 可能空气品质会来的比较好一些些 但是空瓶在今天还是亮起了橘色提醒 过敏族群的网友可得要多加留意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